祝阿嬷今年快乐 小朋友自制的环保石头 加上可爱的武士动作 赢得长辈们的掌声 新加坡大爱幼教中心 首次与社区组织合作 到护理之家送爱 他们其实也是很盼望 有这些节目能够让他们参与 因为其实有些乐龄 他们没有家庭 所以他们是自己独住的 我相信会带给那些居民很多欢乐 接下来我们当然希望 有更多的活动 所以可以一起带给这些居民 在乐龄公寓里 大部分都是独居长者 小朋友的天真无邪 让长辈沉浸在欢乐氛围中 忘却孤单 很开心 他们很活活 你们叫得很好 一起棒 小孩子你很喜欢 因为从小叫这样起来 才长大会消失过 我们要让邻居知道 我们这间幼教中心 到底是在办怎么样的教育 所以我们就平时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会提醒小朋友跟邻居问好 我们要好好保护老的人 如果我们帮他们按摩 让他们觉得很舒服 孩子们与长辈亲切互动 享受天伦 度过最愉快的时光 大约新闻 李嘉宜带小庆 新加坡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Yep 零子